早晨,各位今天是6月29日 星期三上午 恆生指數在今天高開44點 去到2217點 受惠於美股道指隔夜升了200多點 昨日下週市況和上午市況一樣 顯示恆生指數低開高走 也站穩在2萬點的樓上 現貨和期指都一樣 今天有個期指結算 市場亦普遍認為期指結算之前 恆生指數炒高是有原因 不過我認為見到好幾隻主要的籃籌股 不包括和一些英國相關的股份 例如匯空、長和等 其餘股份都有企穩的跡象 估額逐漸收勢 如果今天下週恆生指數可以在期結之後 依然站穩在2萬點的情況之上 似乎股市上有一個持續反彈有機會 你見到外圍英鎊方面 英國的股市、歐洲的股市 都有一個挺好的反彈 我繼續會看 不失2萬點的話 恆生指數有機會反彈到最高 暫時看看 兩萬零六百點 大概是二十天線的位置 到時才再作部署 目前是可以是可以 所以在上天下午 已經適宜追入一些強勢股份 強勢股份包括騰訊 對 對 對 谢谢观看